以往本港的升红热高峰期通常是8、9月 但今年就提前来到 自至上星期五已录得419宗升红热的病例 但6月份就有142宗 其中一个7岁女同死亡 香港大学微生学系专家从升红热的甲营链球菌中分离菌株 发现多一条基因 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可以解释到 为何近期本港的发病高峰期变得不尋常 他估计升红热的高峰期会持续到整个下跪 医学会代表者鸿卿建议医生 一旦发现病人有发烧和扁桃线发现的症状 就应该尽快处方抗生素 抗生素方面就不要给红热素 因为发现这一轮的菌都是对红热素的情况抗药性 吃了药之后情况没有好转 吃了一两天情况没有好转的话 都应该尽快叫病人回去再看 星红热的患者大多数是10岁以下 病征包括皮肤、颈部、大腿 折头会出现红疹 用手挨压出疹的地方会退色 而一旦出现病发症 例如败血症、脑膜炎、肺炎等 会增加死亡风险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周庭贵报道